化妝的最高境界是化妝等於無法 今天和大家揭曉我的魏素顏地物 首先真素顏情況會看到有紅印 眼周、鼻邊、嘴角的位置都有暗沉的問題 但是魏素顏的精髓就是保留真實感 所以我會用遮瑕膏重點打底線 平時上粉底我會用濕了的Beauty Blender 會拖薄粉底 今次用遮瑕相容量本身很少 用氣墊粉撲上 然後這個Dior的調色Cushion我真的很喜歡 雖然它完全沒有遮瑕度 但是就做了一種極自然 白淚透粉紅的提亮膚色效果 所有液體狀的產品都會在碎粉前做完 我用的是陰影膏 所以會在這個步驟做了shading 本身我的唇膏比較不突出 還有拳骨位都比較大 重點修飾這兩位置 之後會把剩餘的產品打鼻 和整個眼蓋位 這支上年年度最愛的胭脂水 是極度自然和易推開 用了好像沒用但其實真的有用的 神不知鬼不覺妝感 然後就是遮瑕疵 在這個步驟之前用的所有產品 都是需要大範圍blend開 所以痘痘斑印這些仔細位置 就留在最後才做 不然就會拖走 到這裡是不是以為可以定妝呢 是不是現在 我會化眼底色再遮瑕眼圈 因為我本身沒有臥塵 所以為了保留真實感 這次也不會畫的 只是用少許珠光眼影粉掃在下眼線位置 再用偏啡紅的啞色眼影打在整個眼窩位 去總之以再加強掃眼感 可能你會問為什麼遮瑕完的色素又要再加呢 不是所有的暗層位 都會如自己所願出現在一些適當的地方 所以遮了多餘的 就要在不夠強的地方加深距 因為這次化偽素眼妝 所以黑眼圈我是不會遮光的 只是重點遮了淚溝那條痕 Chanel的水粉很適合夏天用 它的控油效果很好 但今天的妝不需要那麼密 我想去透過一些自然的油光 所以我只拿了平時一半的份量相片 我本身的眼睛有點耐傷 平時化全妝就會黏雙眼皮膠質 但素眼妝我就想保留不對稱的瑕疵 只是用眼線膠筆 嘗一點眼尾再blend開它 就不會畫眼線的 因為一畫我就會完全變了耐傷眼皮 眉毛可以說是全妝最花心思的地方 我不是沒有眉毛 但我有高低眉和空隙位的問題 所以左邊眉頭每次都要一條一條地畫上去 而因為那個位本身沒有毛 所以一定要很輕手和筆要削平 才做到仿真眉毛那種無流感 畫完雜毛之後 就可以用納質重一點的眉筆畫中線位 我會將左邊眉毛的中線提高 就可以改善到我高低眉的問題 然後再用Mascara將過長的眉尾遮起來 這個步驟也可以幫眉毛加重一點顏色 營造層次感 唇妝要做到跟本身的唇色融合 每個人用的顏色都不一樣 我最近很喜歡用幾個chicken lip balm 質地水潤得美 彎開了顏色是超自然的 而且它的顯色度剛剛好 就算用手指畫厚一點的嘴唇 它也不會太好 拿出家補妝的話不用看鏡也塗到 超方便 這個髮頂夾有留言說買了之後不會用 但其實它真的很容易上手 在髮筋的位置一夾 翼方向一拉放手 就會看到有一個很自然的弧度 如果真的很不上手的話 再練幾次就一定可以了 完成了 我的藝素眼妝就完成了 記得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不要忘記開小鈴鐺 我一出片就會收到通知了 下次見